報告聯席會出席委員與主法定人數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華裔研究所、嚴正署、矯正署及首署、行政執行署及首署、最高法院檢查署、臺灣高等法院檢查署及四個分院檢查署、臺灣高等法院檢查署、智慧財產分署、二十個臺灣第七地方法院檢查署、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查署、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查署、福建南疆地方法院檢查署、調查局 2. 副署單位結算或營業特種基金單位 1. 作業基金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先輪完畢 好 我們在進行報告及審查之前 原慣例介紹在場委員及與會的相關的長官 我看到的佩永泰委員 吳秉瑞委員 余田委員 他真的簽到 剛才曾立鵬委員有到 後面還有 林偉座委員 好 我們介紹今天的與會的長官 審計部的陳審記長 其他各位長官請各位自行參與 主席主席總署的朱澤民主席長 以及總統府的李俊毅副秘書長 以及國安會的蔡副秘書長 以及國使館的何副館長 以及文獻館的張館長 法務部的陳明堂次長 法官司法官學院的蔡院長 法醫研究所的陳代理所長 教政署的黃署長 連政署的政署長 行政執行署的林署長 以及最高檢察署的江檢察總長 以及台灣高等檢察署的邢檢察長 以及台中檢察分署的謝檢察長 南檢的張檢察長 雄檢的楊檢察長 花蓮的肺檢察長 智慧財產檢察分署的刑檢察長 跟剛才介紹過一樣 台北的台北地方檢察署的周檢察 周檢察長 士林的朱檢察長 新北的王檢察長 以及是桃園的王檢察長 新竹的郭檢察長 苗栗的鄭檢察長 台中的毛檢察長 南投的張檢察長 彰化的徐檢察長 雲林的洪檢察長 嘉義的廟檢察長 南檢的葉檢察長 南檢的葉檢察長 橋頭的洪檢察長 熊檢的專檢察長 屏東地方檢察署的黃檢察長 台東的陳檢察長 花蓮與檢察長 宜蘭與檢察長 基隆的柯檢察長 澎湖的李檢察長 福建金門檢察分署的林檢察長 福建金門檢察署的張檢察長 福建連鎮地方檢察署的張檢察長 以及是調查局的李局長 好 現在呢 今日的議程安排是審查107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的審核報告 有關於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法務部 主管等機關 及基金制預算執行等項 現在首先請陳瑞銘審計長 就本次審查內容做審核報告 請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請就中華民國107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 即副使單位結算 及重計表審核報告內 總統府 法務部 主管等審核情形 做偶要說明 總統府主管 有四個機關 稅初預算是14億億元 結算審定是13億億元 其中應付保留是 一千三百萬億元 主要是 部分整修建工程合約 課連期 剩餘七千九百億萬元 主要是人事會的結議 法務部主管 共有三百三十七個機關 稅初預算是 三百一十七億元 結算審定是 三百一十三億元 其中應付保留款 有三億九千萬億元 主要是建立了扣建工程 還有辦公廳做新建工程 還有未完成驗收 剩餘是有三億八千萬億元 主要是人事會的一個結議 法務部的矯正 機關的作業基金 審定短絕 兩千七百七十二萬億元 較預算短絕 兩千八百五十四萬億元 減少了八十二萬億元 三 重要損核意見 本部損核 上市機關 經提出多項審核意見 含請各機關 或其上級 主管機關 督促檢討改善 或投資辦理 法務部主管 一 法務部會執行 新世代 反毒策略 及精進科技化 企圖 更新強化全國 毒品資料庫的功能 為在資料整合等方面 有部分事項 尚待延謀改進 瓜佛一 臺灣高檢署以全國 毒品資料庫建築地理塗租 扣增系統 及行動上網歷程等相關 功能為 有關行動上網歷程資料 僅完成一家電信業者的線上調位 都是電信業者的IP通能資料 尚無法整合 自全國毒品資料庫 經含請法務部 積極協商 各家電信業者提供線上查調功能 並將相關調取資料 整合 自全國毒品資料庫 以強化毒品防治網路之深度 及廣度 瓜佛號 各地檢史數位 財政結果 國市 以全國毒品資料庫的 國市 極欄不一 尚未能納類於 全國毒品資料庫 經含請法務部 督促 抬高檢 原意將構地檢史數位 採證資料 整合住全國毒品資料庫 以扣大查記應用範圍 二 法務部 為改善國家賠償法案件 審查複合基礎 以理據國家賠償法修正查案 引於進出完成修法工作 另外 賠償義務機關 行使求償前及 後償金額比例 將被偏低且逐年下法 有待延謀改善 關於 國家賠償法 實施 預金有 預107年 以31年 其修正草案 歷經11年 議會完成法定情緒 經含請法務部 積極協調 加速完成 加速審查 並完成立法程序 以匡進 現行助度缺失 關於 第五號 建於近年來賠償義務機關 行使求償前及後期金額比例 逐年下降 各賠償義務機關 認定公務員 是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標準 及程序欠缺附和管考機制 不利督促前者機關 積極求償 經含請法務部 研議建立行使 國家賠償案件 求償遣遣出 戶合管考機制 並納入國家賠償法 修正草案 妥為規範 三 行政 執行機關 近年來 徵起金額已有成長 為助勸大戶 未決案件 待執行金額 容 旁記 又不問案件 未及時 執行及核發執行憑證 結案比例 較上年度增加 外國一 助勸大戶未決案件 待執行金額 截至 一百零七年十一月 未決件事 有九千零五十八件 待執行金額 有九百二十九億億元 未維護 公法在前 經含請行政 執行室 就問題增結 更系研磨 因應措施 外國 不問案件 義務金融存款 金額 超過代執行金額 未及時執行 駐僅能核發執行 憑證結案 經含請 行政執行室 檢討 現成 金融存款案件的 執行基礎 並落實相關 管控流程 避免損及國家 在前 瓜胡三 一百零七年度 行政執行案件 義務人 完全繳清比例 較一百零六年度 下滑 令核發執行 憑證比例 較一百零六年度 增加 經含請行政執行室 更系研磨 宿以的 執行方法 並除去督導 所屬強化案件的 執行程序 四 政府為解決 矯正機關 藉護人力的負擔 與核增員樓 以為因應為 容教 預計藉護人力比 容有不足的情形 且部分資訊系統 為能發揮 簡化行政流程 等建築目標 助部分 藉護人力 需支援 總務工作 關於藉護人力 長期不足 藉護人員 符合存壯 增加藉護風險 查 各繳經濟關 107年10月 實際藉護人力 4848人 實際收容人數為 63499人 藉護人力 與收容人力 比為 1比13.1 藉護工作及壓力 超其他國家 經含情絞制時 更系改善 藉護人力不足情形 及研磨 應應測試 規妥規劃 藉護情務安排 以降低 藉護安全風險 提高 矯正機關的管理品質 關於後 矯正機關 以建築 抑正 知信管理系統 線上 纖維系統 等電子作業 資源 資源各項 借護及行政 業務 為部分系統 未能發揮 簡化流程 及減輕人力的負擔 等建築目的 助部分 借護人力 喪失 喪失資源 相關總務工作 經含情 矯正 時 就 完備相關 資信系統 及 落實 簡化 行政流程 更系 檢討改善 以降低 介護人力的負擔 以上 事就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度 中央政府 總結算 即副屬單位 結算 及重計表 損核報告內 有關 總統府 法務部 主管 結算 損核成形 做偶要說明 敬請 各位委員 指教 謝謝 省機長的 一個報告 向文位報告 現在我們開始 巡答 按照慣例 每位出席委員 發言 8加2 那麼 列席委員 今天5分鐘 今天 早上 10點鐘 截止登記 首先 請登記 第一位的 吳冰露委員 質詢 請 主席 方案請 法務部 陳民黨次長 法務部的 陳次長 請 國民早 志長早 總統在 前幾天的 就職的演說裡面 有談到 四年內 要完成 國民法官的改革 你有聽到這一段 有 有 那這個 目前 實務上 還有這個 民間 有 所謂的 參審制 有所謂的 陪審制 那這一方面 你個人的看法呢 目前因為 院版的話 四萬元 行政院 會選版的話 是參審制 因為 六加二 六個國民法官 加上三個職業法官 那 純粹的陪審 雲美法系的 陪審團 在國內的施行 到底能不能 更好 那 確實 有很多 不同的 看法 那如果 你個人 我是 在參審制 為優先 好 這是你個人的看法 那 就是說 基本上 所謂的參審制 六個國民法官 那兩個法官嗎 三個 三個職業 三個法官 所以說總共九個 九個 對 好 那那個 憲證 怎麼處理 憲證原則上不併送 原則上怎樣 原則上不併送 就才起訴狀一本主義 才起訴狀一本主義 然後在 在審判中的話 才開示 那 才起訴狀一本主義 現在地檢署 也好 高檢署也好 有多少 有做這個準備 是有一點困難的 不過我們現在在準備中 我們是 因為那個 也不是馬上 我記得 在第九屆立委的時候 我有得知說 起訴狀一本主義 已經有地檢署在試行 對 有哪幾個地檢署在試行 因為沒有真正的試行 所以 到現在還沒有 對不對 沒有真正的試行 那你們到底什麼時候 才要試行 因為看條例的 看這個法案怎麼通過 那難道本院 立法通過改國民法官參審制之後 照你的說法 馬上就可以實施起訴狀一本主義 不會不會 你這中間不用過度 不用去 嚴格證據法則 就直接可以一步跳躍 對 那你到底法務部什麼時候才要做 有啊 就是按照這個時程來做 就是 看那個討案裡面 齁 國民參審條例的這個 法案裡面有三年嘛 有一個緩衝期 我們 事實上我們是有在準備啦 不過確實有 所以你的看法是說 法務部 在這個三年之內 可以從現在還沒有實施的 起訴狀一本主義 到三年之後 可以完全就起訴狀一本主義 三年可以完成這個工程 會一步一步來做啦 一步一步來做 法律 法律如果怎麼改我們怎麼做 會 你有信心嗎 可以三年可以做到嗎 法律怎麼改 法律如果改了 我們又有信心會做 好那 其實起訴狀一本主義裡面 這個 一個很大的原則是 到底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做為 法庭的這個證據 對 這個所謂嚴格證據 這個就是法則 證據能力那個部分 現在 在 現在新考取的 要當檢察官的人也好 或是說現在要學習 準備將來當律師的 或是將來要當司法官的 當法官的 這方面開始進行了嗎 我們在司法官學院裡面 也有 我朝這方面在做這個教育 教育 有 市長你是我的大學長 就我所知我的同學 我私底下請教他們 他們說都還沒有 他們對這個也 甚至還很謙虛啦 跟我講說他們概念還差很多 他們對這個東西不了解 概念上是有差距沒有錯 因為沒有真正去試行 所以 在那個 在司法院所推行的參選制裡面 事實上我們在 模擬的時候呢 就有一部分的試行 所以現在沒有真正在實行 但是試行我們在 某所中 市長 你的想法就是說 等到法律通過 再來開始試行 有沒有可能超前部署 有啊 在法律還沒有通過 就先 有先是試著 因為 總統的承諾是四年內要做到 對 所以你說立法有三年的緩衝期 那總統 現在520開始一年內 最慢一年內 會 法律得通過嘛 對不對 會 好那 可見不是這個會期 恐怕就是下個會期 或是最多下下個會期 那最可能是下個會期 跟下下個會期的會期開始 所以再怎麼講 據現在的時間 頂多八個月九個月 那 這個時候 剛剛聽你講 檢察署對於其出眾 一本主義都還沒有實施過 是沒有實施的 但是有在部署 那現任的檢察官 有在準備嗎 呃 這個檢察師 有啦 有在教育訓練嗎 有在研讀這個嚴格證據法則嗎 欸這個證據法是 是很複雜的 從訴訟法上面來講很複雜耶 我們在公訴 很艱難耶 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在公訴的訓練裡面呢 就有模擬其出眾一本主義 在我們內部的教育訓練裡面 公訴這一部分就有模擬其出眾一本主義 那既然要起訴一本主義 檢察官主要的活動是不是就在法庭啊 對沒錯 主要活動都在法庭 現在你們的檢察署裡面 還分為立庭還分組 那有的還在個別的偵辦案件 跟現在的制度有非常大的差距喔 那將來的主要活動 檢察官都是在法庭裡面的活動 作為最主要的 我偵查活動還是有啊 當然偵查活動還是有 但是將來就是誰的案子 誰負責起訴誰要論告嘛 誰要到法庭裡面活動嘛對不對 現在就是幾案幾例這個部分呢 在實行上齁 我們檢察室事實上在 有很大的這個 有某種程度的差距啦 幾案幾例能不能做到 因為這才要配合到院方 法官的開庭請起嘛 是 所以制度有非常大的變革 現在有準備了嗎 有啦有在準備 好 那再來 既然很多的活動是要在法庭 檢察官對於個案 當然沒有失去偵查主題的地位 但是要不要踩立案審查 立案審查 現在當然已經有一部分的精神了 但是將來是不是 要更擴大 對於警察機關調查局送來的案件 證據不足 或是有一些證據踩折有問題的 是不是要退回去 請他重新舉證 重新踩折證據 這部分已經在踩了 目前我們有一個 我知道我剛剛有跟你講 說這個精神已經 目前已經有開始在踩了 但是距離我知道 要真正 你如果不這樣分輸 你以後的地檢署 你是沒有這樣的 沒有辦法這樣的工作能量 這分流要做啦 沒錯 現在各地檢署呢 已經在成立立案審查中心嘛 就是說一部分的話呢 可能在先從這邊先解決掉 請他們退回補證 或是花交調查等等這些 對 做前提的做法 那其實司法是這樣 司法不是獨立的 司法 我不是應不應該做出獨立 司法不是孤立的 司法的作為要讓國民能夠了解 所以你看現在網路上面 動不動就是媒體報導一個東西出來 就每一個人就用自己最直接的法感 有的就在罵 有的就在酸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個人看法啦 是法感每一個人都天生具備 但是報導的內容是一回事 因為他們對於怎麼樣叫嚴格證據主義 對於這些什麼叫立案審查 他們不了解的 將來會罵聲連連 我舉個例子 當事人被告連同案件移送來 檢察官發現說這個證據不足 退回去請警察補哪一些證據 就媒體會不會又開始講說 法院又重放人犯啊 又怎麼樣啊 那立案審查 將來如果 法院 有判了 不能滿他的意 就是說這些事 這些事所謂的恐龍法官 現在講法是這樣 那以前的恐龍法官可能一個三個 將來會不會變成 連參審的法官在內 國民法官在內都變九個啊 當然 因為如果沒有經過這個震動期齁 你說要這樣跳躍我覺得很困難 不會直接跳躍啦 現在就在開始在準備中 過去也在準備中啦 坦白講 以我的看法準備很不足啦 是好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你聊天喔 因為這個其實跟今天決勝無關啦 是 我跟你說齁 大樓也是要地基一層一層來做去 你這一些基礎工程沒有做 我馬上要蓋大樓 我很擔心啦 我連對地基可以做 很多的改革工作 在當時的社會都認為非常應該 非常重要 我本席也不反對啦 但是做的過程中 有一些不能進入人意 或是不能夠 令人說馬上能夠很詳細了解的地方喔 到時候是罵聲連連 司法改革是國民的期待之所在 這個需要溝通啦 沒有錯 如果需要溝通 我覺得盡早咧 現在就開始跟社會溝通 比社會什麼都不知道 那突然之間 欸 法律通過了 我三年的期間緩衝 但是你三年期間緩衝 案子就一直進來 案子又不可能 停在那邊等你三年 所以你會面臨非常多的困難跟險阻 到時候 法務部被罵 我們立法委員會被罵 也會被罵得很慘 所以你們弄了什麼司法改革 所以 我在這個地方還是在這期許 能夠盡早做的盡早做 能夠盡早準備的盡早準備 跟社會能溝通的盡早溝通 好會 因為這中間的工程實在是太浩大了 我只想起來 我拚不睡不著 如果想要這個事情睡不著 我們會盡快的處理 好加油齁 希望我們這個司法改革的工作 能夠少一點困擾 然後趕快達到 至少能夠往前再做進步 我們也要符合國民感情 好謝謝 好謝謝 接著請賴世鮑威 謝謝 謝謝主席 首先請一下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總官來請 還有調查局的局長 調查局 呂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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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恭喜我們的同事 呂 李副秘書長 你能升這個這麼重大的位置 那 先請教一下 前幾天吵得沸沸揚揚 說總統府的洩密案的事情 那我們看到新聞稿 是原來總統府一開始有講 是遭境外或者是國外的駭客 可是事後的發展 大家覺得是總統府裡面有一個深喉嚨 所以變成是後面的劇情的演變 感覺比較像公鬥 有宮廷裡面的鬥爭 像這個樣子 所以到底是被害 還是公鬥 這個啊 副秘書長你能不能跟我們 來解說一下 好謝謝賴委員 那我跟賴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事情發生在5月15號的晚上 那當天晚上我有收到發言人 還有我們負責資安的這個何局長的電話 說有這件事情 以總統府文件的名義 向記者傳播 那這個記者包括跑府縣的記者 包括非府縣的記者 還有部分不跑縣的媒體主管 那我就要求說那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如果不是總統府的文件 以總統府的文件的部分 那這個是治安問題 所以應該向刑事警察局來報案 那第二個我們治安的部分 我請二局開始對我們的內網外網做一個查處 所以在16號早上 我們就由我們發言人 對刑事警察局做報案 然後同時也有二局的何局長 向我們主管刑事 所以這件事情是你負責在處理 我是府內的治安長 府內的治安長 所以今天是問對人 所以那我就請教啊 你們對外說是國外駭客 對不對一開始 那以我們過去的慣例 國外的調查案件 國外的駭客的案件 基本上是交給調查局的 我請教李局長啊 或者先請教李副秘書長 這次怎麼找刑事警察局呢 為什麼不直接就 還是按照慣例 找我們的調查局 是不信任他嗎 還是說刑事警察局來個高手 還是怎麼樣 我跟賴委員報告 因為我剛才說明得非常清楚 我們不知道是資安外泄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說 兩個部分同時啟動 這個任我們認定是一個治安事件 所以向刑事警察局報案 那至於這個資安的部分 我們也透過行政院的資安處 然後整個刑事警察局在17號 已經收集我們所有網路的記錄 然後開始做調查 所以是資安事件 我們並不確定 不確定 但是你們對外新聞稿寫得很清楚啊 所以 我現在今天講的都是有評有據的 是 你們講的是招待國外的駭客 講得這麼清楚喔 賴委員 一開始你們自己講的喔 賴委員我跟你說明 是 第一天晚上 因為我們不知道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第一天新聞錯的 所以我們說明得非常清楚 說這個不是總統府的公文文件 那這個招派客 我們要開始進行調查 就是因為不是總統府的公文文件 而且給特定媒體更像公鬥啊 變這個樣子啊 這個跟公鬥無關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公鬥 因為現在所有的文件都沒有證實它的真實性 或是它是到底怎麼來的 有沒有偽造變造 我們通通都知道 那到底你們查到現在是偽造還是變造 偽造變造 現在由刑事警察局在查 所以你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自己認定 蛤 你自己認定 應該是偽造 我沒有辦法自己認定 我對政府沒有評論 好 你是資安長也沒有評論 對我對資安長 所以同統府有沒有資安外洩的情形 我們除了我們內部的調查以外 也委託刑事警察局收集所有的資料 然後把我們網通外通的 副委員長以前我們是同事啦 是 我知道你言辭很犀利啊 沒有沒有 腦筋很清楚啦 我只講事實 但是 你今天跟我講這樣子 某種程度就是暗示 公鬥的成分比較多 那委員我從來沒有暗示 我只講事實 謝謝 好請教那個旅局長啊 中有害客招害害 招害 是不是你們辦的 跟委員報告齁 行政院自通安全匯報裡面 有設網路犯罪防治組 是 法務部跟 呃 內政部 都是防治組的成員 所以有關資安的案件 呃 調查局可以辦 呃 警政署也可以辦 但是 慣例 我們過去的慣例 境外攻擊 都是調查局辦的喔 這一次你們大權旁入喔 這一次你們被 冷蛋喔 是不是 人家不信任你們喔 應該也沒有所謂的怪 那為什麼叫 叫給刑事警察局 你不會有一點點的吃醋嗎 不會 不會不會 不會喔 燙還是HOT POTATO 最好不要碰 就是燙手山魚啊 不要碰比較好 是不是 呃不是不是 所以你沒有話講 呃我們尊重那個 呃府方他跟刑事局報案 那就由刑事 法務部的陳次長一起來好不好 我們過去的慣例大家都知道 只要社會產生一個重大的事件 調查局法務部常常主動揭入偵查 請問這件事情是不是重大事件 法務部 可以不可以主動揭入 偵查 可不可以 調查局當然可以偵查 呃 要問局長 法務部當然沒有介入嘛 法務部沒有介入 到他去有沒有介入呢 李局長 你們去瞭解收集資料 萬一府方要了馬上給他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因為 府已經已經跟刑事局報案 由刑事局在主辦 所以你們都不敢碰 刑事局如果有需要 我們會願意協助啦 那有關 因為有 有沒有涉及到國安 我請問你 過去的慣例 你們辦國外的駭客 你們比較多吧 經驗比較多吧 對不對 最近是有辦 呃 都是你們辦嘛 我們都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案子啊 你們就等於是被動的 被 被 被排除了啦 來 我再請教李副秘書長 你最近筆電 弄不可有沒有醫師 沒有 沒有 所以不是你啦 是另外一位副秘書長 劉 我們有駐國府內調查 我們有駐國府內調查 最近並沒有人醫師筆電 啊 USB說不定USB 意思啊 USB 沒有 目前沒有這樣的資訊 沒有這個資訊 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 我也提醒那個副秘書長啦 我們總統府的資安其實 技術是不錯的啦 建立的不錯 大概一般資安的問題 都是兩大層面 一個技術層面 一個行為層面 這件事情 你剛才細思淡淡講 我會同意 老實說 總統府要被害不太容易 只有一個 是總統府內部的 某一個深喉嚨 刻意把資訊 發給 一些媒體 來委員 任何事情還沒有確定之前 我們都不宜做評論 什麼時候可以確定 交給刑事局 什麼時候可以確定 外界高度關注耶 現在刑事局 正在做資料的分析調查 我們全力配合處理 初步什麼時候有初步結論 這要由刑事局 或是地監處 你警告打太極拳 你都不知道 好吧 請回請回 請那個國安會的副秘書 那個 請回 請回答 委員長 委員長 總統的理負責一請 好不好 兩位看哪有長官可以講 港版國安法在這個月底會通過 舉事 大家各國都很關心這個事情 這個法一通過 是不是就等同 從香港不再適用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是不是這樣子請問你 副委員長 哪一位都可以 那就香港的問題來看 假如中國的人大會通過了這個港版的國安法 那這代表的是他的那個一國兩制的承諾 你可以大聲一點嗎 我們聽不清楚 就假如中國的人大會通過了港版的國安法 那這代表中國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承諾 已經破滅 所以就變成一國一制了 對 朝這個方向 就變成一國一制了 好 那如果這樣子我們的港澳條例要不要 要不要修還是廢要不要 我想法律面的問題都可以討論 蛤 法律面的問題都可以討論的 那個李副律師長要不要補充一下 好 我跟大委員報告 有關中國這一次跳過香港民主會 然後直接訂港版的國安法 這個會嚴重破壞香港現在自治的狀況 也就是原來的一國兩制的狀況已經消失了 那至於港澳條例要不要修 我的了解是現在我們貴院 有很多的委員已經提出修法的要求 這個我們尊重立場 府裡面應該有立場吧 府的立場是什麼 府的立場很清楚在昨天 因為這是國安的問題啊 我跟賴委員報告 府的立場其實昨天 蔡總統的臉書已經有說明了 就是港澳條例第六十條 那其實它保留了一個空間 那如果北京政府 強用這種方法 破壞了香港的這個原來的自治的現象 然後或者是破壞了所謂 香港人民追求的民主自由 我們希望北京政府再考慮 所以我們有提出來 港澳條例的第六十條 有這樣的處理方式 所以你們會處理齁 請問 這個由立法院決定 請問國安外的副民主長啊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 中國大陸要修這個法 要立這個法 什麼時候知道 你什麼時候知道請問 因為中國這一次的人大會 他的舉辦是 不是依照於 請問你什麼時候知道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不要耽誤後面委員的時間 你什麼時候知道 我們大概是在他們的人大會 公佈了他們的審查疫情之後才知道 所以你跟報紙的時間一樣 你國安會不就是情報投資嗎 怎麼會情報跟報紙一樣 比報紙還慢 會這樣子嗎 我們只是總統的一個諮詢機關 所以有很多的 但是所有的資訊都到你這裡啊 包括國安局的資訊到你這裡啊 你是一個等於所有的 國家安全相關的資訊都到你這裡匯總啊 難道不是嗎 對我們是有相關的一個專案 所以你聽你的這樣講 你跟我們知道時間一樣嗎 啊不夠厚 是不是這樣 各位都有一些相關的研判啦 那但是 你們嚴判現在 將一來 香港的 他 一個很重要的金融中心 會不會被破壞 會不會 會有影響 會有影響 資金有沒有可能大舉來台灣 事實上在反送 請問你資金會不會來台灣 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在反送的期間 香港的資金已經外流了非常高的比例 已經發生這樣的現象 大概幾%外流出去 去年大概有六成 六成喔 比起千年同期 那今年可能更多 對 香港的人會不會大量的來移民台灣 從今年的前幾個月 確實有下委員講了這樣的一個趨勢 有媒體講到說 今年會上萬 有沒有可能 這我們要看實際的狀況 所以你要再分析看看喔 好 謝謝 各位請回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 請問問 是不是請了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好 蔡國民主長 是 委員好 那個蔡國民主長 我請教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啊 這次 要審查 香港版的這個國安法 那 蔡總統說,如果香港情勢發生變化,可以停止港澳條例,一部分或是全部,說要趁香港 那個副民主長,你有什麼看法? 報告委員,總統並沒有就這部分做剛剛的發言 那你認為他現在的這樣,中國大陸他這樣做法,是不是就等於一國一制? 對,因為... 那一國一制,我們這個港澳條例,將來還可以繼續推動嗎? 那這個部分就看貴院的委員這邊,有沒有要針對港澳條例來做一些修法的工作 因為以行政部門為主,我認為說政府應該要有一些具體作為,不要只淪為口號 那副民主長,你的看法呢? 對,我們對於香港的情勢一直非常的關注 那國安會這邊大概是從前年的十二月開始,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專案的會議 在注意相關情勢的發展 那所以在去年的一個反送中過程當中,每一個階段的狀況,我們都有相關的掌握 那我請教,因為我們這個陸委會啊,其實在香港,他們原來都有派駐嘛 那到現在為止,到底他派駐的人員有沒有到齊? 對啦,我們是希望說北京的對岸,對於這一些兩岸或是台港之間的交流 能夠讓他以正常化的方式來推動 那這樣子的話,比較符合台灣這邊民意的期待 現在為止,陸委會有沒有派駐嘛,你告訴我嘛,你應該很清楚啊 可能還有一些人員沒有到位 其實主要的都沒有到位 而且有的已經退了以後,也沒有再回任 就是沒有去補 所以說這些其實,這個 在港澳條例裡面啊 我相信裡面還是有很多 需要去探討的這些問題 那我再請教齁 因為 這個 媒體 那個 不是你來,我請那個 調查局局長還有 總統府的護秘書長 蔡護秘書長 謝偉 來,各位來 那個護秘書長我請教齁 因為媒體報導,駭客入侵總統府 那疑似外流文件 為 這個 被 偽造變造 那總統府報案後 就是要刑事警察局 徵求隊啊 去偵查攻擊的來源 結果 寄信的郵件主機啊 是位於境外 且連結的這個釣魚網站 主機位於這個烏克蘭的 這個雲端服務公司 那我請問 總統府被駭客入侵和 散播郵件的嫌犯 來源地 是不是 同一個來源地 好 我跟林委員報告齁 其實總統府作為這個 呃 我們最高機關齁 我們其實被駭客攻擊的次數非常多 光是今年一到五月 我們就被攻擊了三百六十六萬四千五百次 齁 那全球網 全球資訊網的話被攻擊了九十一萬次 所以駭客不斷地在攻擊總統府 那我請教 那我說明一下齁 我這裡有歷次我們的新聞稿 並沒有提到境外的部分 沒有提到是 兩件事情 你剛剛提到的是 第一次的這個所謂的 呃 因為你們第一次開始就說 這些都是 我跟委員報告齁 就說 第一次的部分我們提到的是 這個是用總統府文件的名義 然後發出 所以我們認為它這個是治安事件 我們就向刑事警察局提出報案 那 因為調查局其實 這個電子郵件的部分 Google也認識它是一個危險文件 那危險文件的部分 包括兩個可能 第一個是有駭客 第二個它是釣魚文件 因為齁 所以這個部分Google已經發出通知 發出聲明了 那另外 剛剛提到的烏克蘭主機這件事情 這是由刑事警察局後來的調查 這是指在五月二十號 有部分的立委 收到這樣的郵件 也是以總統府的名義 要求回填資料 那這個是釣魚文件 副委員長 這種科技犯罪破案率 身為被害者總統府的立場 對破案查出犯罪 真相 到底 你們有沒有信心啊 我們當然對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有沒有信心 所以我府方全力配合他們的調查 因為齁 這一次外傳這個招駭客的電腦 是總統府副秘書長 這個劉副秘書長劉建希啊 有沒有 的電腦 那你認為到最後 要是真正的事查出來 齁 那你認為這個應該後續 最終要負責的人是誰 我跟林委員報告齁 現在目前都是媒體的議測 那沒有證實之前 我們都不會有任何的評論 這樣子齁 好 那個 那個 副秘書長 齁 因為講實在話 這一次啊 齁 你說 去調查就是以針灸隊 齁 這個刑事局 針灸隊去調查 那 其實 先前啊 呃這個 呃 不是 我們調查局裡面 才成立一個 那這個 國安裡面 就是針對 這部分啊 呃 的一個單位嗎 呃 跟委員報告是 我們在4月6號 成立了一個 資安工作站 對啊 那為什麼 這次的整個案件發生以後 齁 就淪為針灸隊去調查 沒有要求調查局 齁 你們 做主要的偵辦單位 呃 跟委員報告齁 網路的犯罪 在行政院的 自動安全體系底下 本來就 內政部跟法國部 都是網路犯罪防治的單位 那 刑事局跟調查局都可以 因為我在質疑說 是不是 呃 這部分啦 啊 總統府 呃這個 成立的這個 國安這個 你們 這個單位 呃有一點好像 並不是說 很 用心的 要你們 不然的話 這種案子應該 你們來 來主導 然後徵求隊 他們也來 配合 應該是這樣為主吧 呃 林委員這個部分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可以 有關調查局成立 資安工作站 我們對他非常有信心 當天成立的時候 總統還親自到 對啊 那現在我 不要人聲大 一點小嘛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了 因為我們第一個時間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 治安事件 或是什麼樣的事件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 治安事件 我們先報 這個刑事警察局 然後由刑事警察局 調查 那我剛剛也說明過 在5月16號 我們也通報行政 行政院的治安處 那治安處底下 就包括 這個刑事警察局 包括這個調查局 都可以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現在就有刑事 我請教 到最後要是 總統府內部 確實有查出你們裡面 有的人有問題 那到最後 其實 你長官不要負責嗎 到最後負責的人 應該是誰 他的單位 最起碼他一個長官 也要負責 這是從內部 流出來的吧 那不可能是 外面 這個您剛說 這個也什麼什麼 國外的啦 駭客什麼也不是啊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由內部 呃 流出這個我們現在 那要是查出來 最後要不要 要不要懲處 你告訴我 如果最後有什麼結果 跟總統府有關的話 我們就依法行事 因為那個 駭客釋出的兩件文件 兩問文件 涉及民進黨初選中 蔡總統 賴副總統的 權力的一個角足 齁 那以及 新文內閣 這個 新內閣的人士安排等等 那請問文件如果 確實是存在 齁 那到底是偽造和變造 其實齁 比例 你認為各佔百分之比多少 另外我告訴你,沒有證實是真實的東西,我們都沒有辦法評論 然後這些東西都不是總統府府內的公務文件 公務文件不會去這樣處理所謂民進黨內的事情 所以說你認為這個不是內鬥就對了 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評論 我告訴你,到還沒有事實還沒有公佈之前 我們都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評論 因為外界都在認為說這是內鬥 那到底流出文件內容的電子郵件 是不是只有針對媒體為對象,你認為呢? 林委員,我跟你報告,最重要的是大家應該有這樣的基本常識 就是不是屬實或是你無法證明它是事實的東西 不要隨便傳遞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用很多力氣在應付假新聞 那個問題是怎樣 媒體它的披露 預測看法就是如此 媒體披露要有來源要證實它是事實 不是說媒體報的就一定是對的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 所以說我今天要問你 還是要被水落石出以後才能夠評論 副民主黨就是要問你就是 到底印證它裡面的內容有多少真多少假 我不瞭解 因為你們都一直說它是辯造嘛 我不瞭解 到底流出文件內容的電子郵件 是不是只有針對媒體為對象 還是 這個仍然有一些不特定的收件人 你們有沒有查過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 這個偽造文件呢 它發的對象有跑斧線的記者 有非跑斧線的記者 還有不跑線的媒體主管 通通有 那目的是什麼 內容是什麼 現在都在刑事局的查核當中 我們尊重刑事局的查核 市長 你認為它的目的和動機 到底在哪裡 你認為呢 沒有確定是事實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揣測它的目的跟動機 所以說你認為 這個還是 因為現在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證實 它裡面的文件是真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評論 我想喔 因為社會大眾很多的質疑 大家很關心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不能散佈不實在表現 這個總統府的治安問題 這是很重要 但是 透過媒體這樣 處理 當然大家都 這個有一些 打一些問號 到底它的目的跟它的動機 何在 我認為在最短時間裡面 應該要積極去查去了解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我們總統府全力配合調查 好 謝謝林委員的諮詢 下面請蔡碧如委員諮詢 請 請 主席好 我們有請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李副秘書長請 李副秘書長請 其實今天前面的委員呢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個 這個總統府的治安的問題 那上週立法院 為了總統府的官員 到底要不要來立法院 其實是徵修 吵個不停 其實 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個案子查這麼久了 那還沒有答案 對外面公布 我覺得對我們的國家 真的是非常的不安 其實總統府的一些文件的 到底是駭客入侵 還是人為流出 其實總統府應該是 是基於公開透明 趕快跟國人報告 因為這個其實 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這麼久了 還沒有答案的話 其實如果 大家 國人都非常的關心 而且呢 這樣的治安 如果這麼久都查不出來 請問一下 今年八月或九月 要推的EID 國人會安心嗎 齁 這個其實 如果連總統府 這麼高的一個基層 的一個單位 到底是治安是被害還是人為 都沒有辦法很快的跟國人報告 我想這個是 國人對非常不安心的齁 那個這是我在這裡 那個稍微提醒一下 護秘書長 盡快對外說明 我覺得是 以安定民心的一個態度 我們對外說明已經非常多次了 那我們現在跟 可是你的說明好像越說明 越大家越疑惑 因為行事警察局現在還在分析資料當中 我們沒辦法做任何評論 謝謝 其實護秘書長 我想 蔡英文總統任命你為總統府的護秘書長 應該是看上你本身的一個憲法專業 跟家學淵源 那我想 本席在這裡想要提出幾個想法 那個總統有提出他覺得說 要下修公民權 那擴大公民權的修憲方法 那個不曉得你護秘書長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好 是直接的修改本文呢 還是在真修條文裡頭 來去處理 跟蔡委員報告 這個我沒有個人意見 這個非常清楚 根據真修條文 十一條的規定 我們立法院有關修憲的部分 就是立法院是第一道線 所以立法院也要成立修憲委員會 然後作為一個平台大家共同來討論 十八歲公民權的部分是因為非常社會大眾非常關心 所以總統特別把十八歲公民權的問題拿出來討論 所以總統沒有跟你討論到 就是說他在就職典裡講到要成立修憲委員會 那沒有賦予你在這個修憲委員會裡頭 有沒有重要的歷史任務 是我跟蔡委員報告修憲委員會是在立法院裡 我知道 我現在已經不是 但是總是要行政單位要互相配合我們的進度才會快 這個我們 我們相信大院會做詳細的討論也會擬出最好的方案 好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副秘書長 你這麼謙虛我來看一下 這個其實這一本十年政綱是蔡英文總統在2011年的8月22號 他發表了 那這一本大概 我曉得你們已經快要買十年了 那裡面的主張 本席可不可以把它解讀為這個是政治支票應該要去兌現 其實在這本裡頭的第十七篇民主篇裡頭的第三點講到一些政策的主張 總共有七大項 那裡頭有談到一些政策 譬如說國會的改革選制 那我不曉得李副秘書長 了不了解這七大項 我大概知道這幾項 那這個我跟蔡委員報告 其實在第八屆有成立修憲委員會 這些問題都曾經在第八屆的修憲委員會討論 那這個立法委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對 那現在已經是蔡總統的第二任任期了 那而且任命你為護秘書長 那不曉得這個蔡委員的十年政綱 要不要把它當作政見來實現 其實裡頭我想要談的就是 第一個當然是推動十八歲的參政權 那剛剛護秘書長也談到說 你沒有任何的想法 不管是要讓他直接修改本文或是徵修條文 但是呢現在社會的很大的一個共識就是說 公民權下修十八歲 這個大概大家都有共識 可是其實修憲是一個很高很高的高門檻 在這個高門檻當中 如果沒有辦法一次動這麼大的手術 我不曉得是不是應該要增加一些 社會有共識的一些議題來討論 我跟蔡委員報告 依據現在憲法專修條文的規定 第一道關卡就是在立法院 那立法院要四分之三的出席 出席的四分之三同意 也就是說要有八十五位以上的委員出席 然後出席的四分之三同意 這個才有可能通過修憲案 所以這個部分的權責在立法院 而不在總統府 我知道那個護秘書長一直在講說立法院 我想我們立法院的剛剛那個柯總召也在這裡 大家都聽到了 所以應該大家有很高的共識 應該會讓他過來 我在這裡呼籲一下 朝野應該來這一次的 好好的來成立這個修憲委員會 也要平心盡氣 來呼應一下總統府 副秘書長的一個回應 因為他一直覺得 這個重責大任是在立法院 憲法是這樣規定 對好 那我想 還是談一下那個副秘書長 我想知道你對於 蔡英文的十年政綱裡頭 有關於立法選舉制度 參財德國聯力制的兩票制的這個精神 你的看法是什麼 跟蔡委員報告 第一件 我現在是總統府副秘書長 所以我不辯對這個有任何的意見 那其實這個過去在第八屆的修憲委員會 有很多的討論 那我也曾經提出案子來 請蔡委員可以參考 謝謝 好 因為我想說趁這個機會 而且你本身是一個憲法專家 我想說是不是在這裡聽聽看你的想法 如果你不願意講 那我也不勉強 我職權的關係 這不是我的業務範圍 謝謝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好 那兩階段的修憲 現在是這樣子 大概目前呢 我們的那個 2022年11月26號公投復決之前呢 最晚要在九個月前要公到 距離現在呢不到兩年了 那剛剛講過 如果我們沒辦法解決一些重要的爭議 是不是應該要下調一些修憲的門檻 讓往後的一些修憲才能夠有機會 比如說 剛剛副秘書長提到的 這個門檻的人數 或者是要把它降低到那個 多少的人 就是不管是人數還是多少立法員的一些同意權 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想聽看你的想法 我跟蔡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修憲的門檻是在2005年最後 第七次修憲的時候把它改變的 那事實上原來是三分之二 而不是四分之三 那這個部分 我在第八屆的修憲委會 我曾經有提案 是 所以意思就是說 越修越嚴格 那 那狀況是如此 所以看起來就是 這是 這個 這個會期 下一個會期我們要成立這個修憲委 因為看起來是一個非常艱困的一個 的任務 那現在看起來聽起來 本席的認為就是說 護密書長好像你把它撇得很乾淨很清楚 就是這個是立法院的職責 看起來你好像也沒有有意要去推動 那是不是也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的政見這個部分 你也不用想要去實現 我有我的主張 就是把它瞎好看就好 謝謝 也不把它當成一回事 其實行政 行政單位一起來呼籲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以四倍公反 所以蔡總統才會在就職演說 特別提出呼籲 OK 那你也應該在這裡呼籲 我都給你機會呼籲了 你要不要來呼籲一下 當然呼籲我們立法院盡速成立修憲委員會 針對修憲的問題好好的討論 好 謝謝謝謝護密書長 看起來再怎麼問你的回答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要繞回來這句 我想你當總統府的護密書長 我想等一下接下來所有的委員 都會繞著這個總統府的這個治安的問題去問 還是盡快的對外說明清楚 其實這個 已經說明很多次了 說明很多次 如果這還是造成大家的不安 那就是你的說明有問題 好謝謝 謝謝大家 現在在等待行事警察局的進度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的資訊 下一個請郭國文委員的資訊 請 主席有請我們陳明堂政次 來次長請 委員長 政次長 政次 我剛剛有在聆聽 那個我們審議長 那個陳審議長的一個報告審核報告當中的內容當中 就內容當中的第三頁當中的一些數字的表示讓我感到不禁的壓抑 也就是說我們在全國毒品的資料庫當中的建制案件 目前為止呢就是有146萬筆 通年紀錄大概有1萬1千萬筆 但是呢到108年5月22號呢 全國的這個毒品資料庫以收納的IP的通年紀錄呢 只有1萬4千280筆 跟資料庫所建立的這1萬1億1千萬筆 相差而言喔 差距非常的大 而且也只有一家的這一個電信公司 也就是台灣大各大願意配合 其他的部分都沒有辦法配合 倘若如此的情況底下 那對於整個這個查跡這個毒品的這個科技精進化的作業上 是不是會產生啊 這個嚴重這個停滯而無法進行 而且從你這個計畫當中是從104年開始 直到目前為止 所看到的資料已經是最新的資料 已經有經過4年之久 市長這怎麼辦 怎麼處理 有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資料齁應該是還有在更新的 這是107年的齁 那108、109在緩讀 新式緩讀新策略裡面 是有增加啦 那這個我所評下 你說增加的部分是數據增加 還是合作的電信業者增加 我覺得應該有增加 能不能說明一下 否則的話 你這個經過4年的作業當中 還欠缺了這麼多 這實在很難對社會說服 欸 報告委員 有關那個整個IP的紀錄的話 目前的話除了中華電信 那個還有我們的那個台灣大各大 遠傳的話亞太 目前我們都已經限制了 那這個陸續我們在限制整個相關的 那顯然這個審核報告裡頭有 嚴重的時間性的落差嘛 否則的話怎麼會差別這麼多 那麻煩那個整次那個 把最新的資料給我一份好不好 好 好 那最新的資料給我一份 好 謝謝齁 接下來那個我想請教於那個那個 市長齁 市長你有沒有去走過那個 那個北海道的王走那個監獄博物館 有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 有沒有去過齁 我們矯正署有好幾次有去參觀 這個應該屬於那個矯正署的一個業務範圍 沒錯 但本席跟你說明的是 同樣的一個監獄博物館 人家做得非常好 我們家裡也有一個典型的地方 但是呢 相對於這個台南來說 你看我們在文物展當中 左邊的部分 都有一個八角樓的一個參展 但是事實上幾年之後 已經殘破不堪 這個八角樓基本上在民國75年的時候 是經過許許多多的受刑人 從原來的這個西門路 搬遷到 費盡所有的心事 搬遷到這個歸人的所在地 好不容易把它保存完整 但是經過幾年之後呢 卻殘破不堪 同樣的這個監獄文化資產的保留 我們法務部 確實是有需要加強支出 市長 這怎麼辦 怎麼處理 我們再瞭解一下 來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我們也許到現場去看一下 繳政署長 因為 有沒有規劃 目前八角樓不在我們規劃 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在地方上 大家眾所皆知 可是呢 任由在那邊歡會 放棄了非常久 也沒有跟地方政府 有一個通力合作的一個 溝通一個管道跟平台 署長 因為原先 我們是針對嘉義就監 已經做了幾年了 那八角樓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立委考慮 再跟委員跟地方再來做溝通 好不好 那署長是不是說明一下 署長 好的 我想八角樓是在我們歸人區後面有一塊地有裝置 那麼未來我們會包含我們嘉義就監的這個機塊 因為我們先起計畫都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所以我們整個包括嘉義就監也一併來 署長我跟你說 這本席關心這個議題在將近有十年之久 在十年來呢從來沒有看到法務部還有絞證署呢 進行任何跟地方的溝通 我希望能夠經過這一次的質詢以後 有更積極的作為 署長請回 是是我們部長今年特地指示我們 對於這個建議的一個博物館一定要徹底來執行 對任務麻煩你 好是 那接下來我請次長一下 次長 那個因為今天都談到這個資安的問題 那總統呢基本在520的時候 接下來520的時候 救急演說也幫資安這個產業 作為六大核心的戰略產業之一 可是戰略產業之一 我個人做一個這幾年來整理 從2016年蔡總統執政以來 不論在公部門也好 金融服務業也好 科技也好 總共有15件這個重大的一個資安事件 這15件的重大資安事件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調查局有沒有激起介入偵辦 絕大部分他一定都有激起介入偵辦 所以調查局還成立這個資安工作站 對 這個資安工作站在包括這個院的層級當中 也成立一個資安的這個平台會議 所以說這個資安平台會議 我也看到貴單位有跟內政部聯合在 有關於這個防治犯罪的部分來做偵查 可是呢即便如此啊 重大資安事件還是不斷的產生啊 到目前為止還有15件 到最近啊中油還遭害了系統還停擺 問題非常的嚴重啊 市長 本席是要請問你 就15件當中到底有哪一件偵破了沒有啊 應該有吧 那個調查局的資料裡面有沒有 請局長來說明一下 請局長 請 呃 呃 跟委員報告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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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政府機關被害的八件 呃 政府機關有八件 對 那這裡面呃 呃 我們查到的是 呃 境外人士涉嫌 還有他IP在境外的有五件 齁 就是這八件當中有五件是IP在境外的 對 最近我們呃 資安公眾站成立以後就是受理 委員剛剛提到的 呃 包括中油台塑還有歷程 那這個案子我們還在目前還在偵辦中 對 攻擊的次數齁是不斷的增加啦 齁 我們平均而言呢 台灣被攻擊 駭客攻擊的次數其實是全球的兩倍 每天的兩千 每 都是兩千萬次跟四千萬次之間 非常的多 沒有錯 但是呢 真正會造成台灣整個社會 跟信心的崩解的部分 都是重大事件的產生 所以這重大事件的這個破案率很很關鍵啦 如何以後要防堵起來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呃 局長 責無旁貸啊 我想請 你跟那個相關單位齁 包括內政部的部分 就這這 蔡總統執政這 這幾年來 這十五件的重大資安事件 目前的進度如何啦 也請 詳細的一份給本席 可不可以 好 好 謝謝 謝謝局長齁 好 接下來 我想要請教一下那個 李副秘書長總統 李副秘書長請 副秘書長請 郭委員好 嗨 副秘書長你好 那個 港版國安法齁其實齁 造成的那個 台灣的社會非常的關心齁 那現階段呢 其實討論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齁 那你本身是 那個立院的前同事 然後又是這一部分的專才啊齁 那將來到總統府之後的相關的對外的一些立法工作 我相信你有一定的發言權跟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現階段來說齁 香港居民的這個進出台灣地區的這個居留許可辦法當中 有面臨要修改的問題 當然這立院當中會進行討論 但是就你過往的一個經驗當中 以及未來的一個政策建議當中 你認為這個部分呢 到底是提高還是降低會比較好 比較能夠保障到香港人來台不至於會受到阻擾 我跟郭委員報告 這個有關香港特別在民主自由 或者說民主自由的人士 遭受這個緊急的侵害的話 那其實過去我們都透過港澳條例18條予以協助 去年有相當多的案例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如果中國北京政府 跳過這個香港政府或是香港民主會 然後直接訂立一個港版國安法 會讓整個香港自治的情勢完全改變 不但變成一國一制 而且民主自由基本的價值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要重新考慮港澳條例的部分 這個我知道現在有很多委員已經提出案子來 我們再來充分討論 我想港澳條例的部分 將來是修改或廢除 當然立法院本身會有一所討論 可是將來在府方的部分 對外關係府方在做一個主要主導的情況底下 相對行政部門會做一些相對的一個配合 所以說府方的意見會相對很重要 這個部分主要是國安會 對國安會的部分 如果是國安會的部分 那也請那個覆密 就你立法院的一個經驗當中 國安會的覆密 就國安會請國安會蔡覆密書長 來蔡覆密請 國安會 因為現在沒有難民法的情況底下 要制定難民法也有諸多的一個政治的一個考量 跟法律上不同的一個見解的衝突 但是就相關的問題來說 香港人現在要來台 卻一迫於40 然後現在搜尋的這個倍數也超過10倍之多 他們接下來來到台灣的部分 只要有600萬以上的投資跟創新的業務為由 就可以來通過這個在台拘留 請問一下這個門檻來的話 不足 這種說法很難具體的去回應社會的一個想要知道的期待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也非常緊迫 我請國安會這個部分的幕僚作業能夠提早進行 謝謝 謝謝兩位 好 謝謝 現在會請詹明忠委員質詢 請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麻煩請主席長 請主席長 請 主席長 你今天來財委會 太輕鬆了 在 底下 坐太久了 幾個問題 可以討好 國內經濟受到 會員疫情重大影響 你認為 第二季 或者是第三季 會復甦 或者到現在還看不清楚 我們在禮拜四的時候 會做 這個今年度第二次的那個經濟成長的預估 那您現在的初步看法 還是要等到禮拜四 我們是說 經濟已經到 如果疫情沒有怎麼突發的話 我們經濟已經有所慢慢的有所進步了 所以說 您認為 谷底已經過了 對不對 沒有過 目前正在往上的過程中 那 這個底部 要拉多久 大概 我認為現在已經在谷底往上的過程 但都要拉多久 這個我們 因為是到底這個U字型底下那個要多久 我不敢確定 但是你確定的是 第三季 第三季 第四季應該會比Dog好 所以你認為說 不會再往下對不對 應該是 就目前的情勢應該不會 好 那第三季第四季會 復甦對不對 會往上 會往上 那全年 我們目前每季 我們目前的每季都是正成長 好 另外 您認為今年的GDP 能不能保一 就目前的資料顯示 應該是沒問題 您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央行楊總裁 5月14號 在這裡公開表示意見 他不確定 是你對還是央行對 我尊重他的說法 不過5月4號 離現在已經 5月底 有十幾天 5月14號 不是5月4號 5月14號 離現在也有十幾天 我們的 疫情 以及我們政府的措施 已經漸漸明朗 不過 主計總處過去的預估 常常失準 沒有 我們預估的數字 都跟 2月 2月你還在講 還在保二 你還真的可以保二 我比較相信 央行的專業 那個最後我們就來看 結果的數字 是怎麼樣 過去往往都證明 你都錯了 我沒有錯 因為我們預估是最早 不是最早 專業有問題 我為什麼外界 新聞界都會相信央行 不相信你 因為我們預估的最早 你前次還可以講 可以保二 在後面的預測 當然會越接近 但是你來立法院都 每次上次還講說可以保二 因為你啊 你已經沒有 沒有夠信力了 好 再往下 主計總處 是不是主管政府的支出 是啊 好 那現在這一次 政府紓困跟振興的經費 真正的 真正的 特別預算是兩千一百億啦 那對照其他國家 規模相對小很多 對這個相對不足的部分 主題總處 有沒有具體建議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公共支出 能夠發揮效果 到這個低點 第二個我們在公共支出的時候 也必須考量 未來的公共債務的發行量 因為未來的債務 是會成另外一個問題 像國外的債務 都有高度的一個 你講了公共支出的部分 有沒有數據 不要用形容詞 有沒有數據 也就是說我們的數據 你剛剛講說公共支出 可以強化趕快執行 那有沒有一定的數據 或者數字 我們就是說 整個的 新冠會員的預算 就是說六百億 再加上一千五百億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所謂的 那些紓困的貸款 好 再跟討教 一百零九年度的 附屬單位預算 營業 還有灰營業 在上個禮拜五 完成三度 那營業的部分 總金額支出的部分 高達二零六兆 灰營的部分高達二零八兆 加起來五點四兆 而且在預算法 授予它很大的 執行彈性 行政院 或者主義總處 有沒有來進行 依反忌急 讓這五兆市的預算 趕快執行 能夠促進消費 也促進 國內的 產業的振興 復興 事實上行政院在大概一兩個禮拜前 曾經有開個會 要使這個行政部門 以及這個那個 營業單位的一個預算 它的公共投資能夠加速執行 有一個會議 而且有一個講成的辦法 那最後是 檢討的結果是 要加速執行 對 那你總有一個數據吧 你來立法院執行 每次跟我講形容詞 這不合適 你是主劇長喔 我們的 總共的公共支出 如果是固定資本門 中央跟地方 一年扣掉土地 大概是有六千多億 對 那您說 這個會議的結論 是這個六千多億 可以在進行內 趕快執行 對不對 對 那 所以在年底前 會有增加六千多億的公共支出 來促進國內的產業 還有促進經濟的付出 對不對 是的 好 那這部分 可以增加多少的GDP 那應該看那個整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如果是說六千多億的話 那個是 因為你的公共支出 有一半必須的所謂的輸入係數 有些資源必須進口 變成一個M 所以說大概 經濟成長 如果沒有這些公共支出 經濟成長 會少了大概1.5個百分點 會少1.5個百分點 因為你的GDP是大概 好 所以你這個檢討了這六千多億 可以這樣增加GDP 百分之1.5 對不對 對 就是沒有的話 會 好 好 所以就是您的理論 假設沒有增加這個六千多億 沒有增加特別預算 兩千一百億 可能 今年的GDP 可能就會負了 對不對 那個是因為我們往年的執行率 也有百分之大概 九十 那我們希望是說 並沒有是說這個 就會增加說1.5 因為往年的執行率也有大概九成 好 所以九成已經算到已經 今年一股裡面了 對 好 謝謝您先留著 也請沈記長上來一下 沈記長請 另外先請叫 主席長 再來請叫沈記長 主席長 前瞻基礎建設第二期 四千兩百億 那 這一部分有沒有依反計局 想說 也把它做檢討 能夠拿來振興經濟或做紓困 以行政業有沒有進行相關的檢討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是兩個不同 本的預算 那個不能以的 謝謝 我還不知道 董哥 不同兩個特別預算 我可以那邊弄 那邊掃花一點 那邊掃邊一點 這邊多邊一點 那個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大院通過的是 四千兩百億元的一個預算 所以我們會提出 在未來的世界 那只是原則 那是上限 你可以掃邊一點 拿來做紓困 我們目前認為說紓困 已經在上路 所以說 目前未來的紓困是多少 我們看那個疫情的情況 以及世界經濟的發展情況 在做決定 好 另外 另外 依照 審計部的查合報告 假設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前瞻基礎建設 八千四百億 到時候到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執行完畢 地方政府的配合款 審計長 你知道多少 我 嗯 這個就目前來看到 他的那個配合款兩個加起來 到是六百多億 就目前已經發生的 我不問你目前 我問到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那個未來的話 是要像第二期的那個計畫 看看購地方政府提出的計畫 是有多少 好 審計長 多少 審計部曾經有一個查合報告 到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執行完畢 地方政府的配合款 多少 那個審計長 如果 整個計畫的核定 四千多億 對 那個如果以 這幾期啊 差不多兩千八百多億 他有一千多億啊 會滾到 那個前瞻以後 沒有錯 就是 總計部的查合報告 前瞻技指建設在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完成的時候 地方政府的配合款高達四千一百二十七億 這樣配合款直施 我還沒有講說前瞻技指建設還會追加預算哦 你就只有 现行了八千四百亿的地方配合款 就四千一百十七亿 到时候地方财政 主席长 地方财政是你的专长 到时候除了台北市跟桃园市以外 其他县市政府的财政 几乎都要破产 主席长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那个所谓的那个 前瞻建设地方申请 他必须考虑到他自己的财政情况 他会做一个考量的 所以说会破产 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说 不见得成立 不见得 不见得是你没有尊重 损计部的意见 那查核意见已经出来了 而且你有必要来清楚了 你虽然地方财政的 挤在上线 就虽然GDP在成长 但是地方政府 那成长非常有限 所以我在这里也诚恳的 提醒主席长 也提醒省记长 这件事情 你不要民国一百十四年 前瞻基础建设 完成之后 除了台北市 跟桃园市以外 其他地方政府的财政 破产崩坏 谢谢 好 谢谢郑委员的咨询 下一位请 林处英委员咨询报告文卫 我们咨询到 吴亦丁委员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主席 主席有请总统府李副秘书长 李副秘书长请 国安会蔡副秘书长 蔡副秘书长请 两位早安请 两位秘书长早安 我们都知道 国防外交是属于总统的职权 而过去蔡英文总统是非常重视有关于香港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 而昨天晚上呢在晚间大约九点左右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呢特别针对香港发表了脸书 而其中现在引发大家关注的就在于 对于香港情势的发展 总统写到 政府始终高度关注 那么以确保在 在双方交流过程中 国家的安全跟利益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 所以依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六十条 香港情势一旦发生变化的时候 可以停止适用该条例一部分或者是全部 那么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想问的是 香港到底演变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会危害到台湾的安全 是中国确定 把香港版的国安法通过的时候 这会是所谓的 危害台湾安全之鱼吗 我请就叫李秘书长 李副秘书长 好谢谢林委员 其实我刚刚已经说明过 总统昨天晚上的脸书是特别提醒北京当局 如果强制用人大通过所谓港版的国安法的话 会改变香港现在的状况 然后让香港自治的这个现状 已经都完全不见 特别是会侵害到民主自由的价值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香港就跟其他中国的地区没有什么两意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来检讨港澳条例如何修正 那我刚刚也提过说这个部分除了总统脸书所讲的依据宪法的规定有这样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所知道的是很多立法委员对港澳条例有很多修法的提案 那这个部分大家共同来讨论 好谢谢李副秘书长 但是我们知道本西特别呢去了解了一下 1997年也就是民国86年的时候订定的 而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在1994到1998年的时候刚好是担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咨询委员 也就是说在订定这个港澳条例的时候 我们的总统是非常清楚理解这整个过程 所以就您来研判现在我们国家会面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危害的部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先跟委呃委员说明一下 就总统昨天在脸书有特别提到呃港澳条例第60条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主要是呃希望让北京当局可以知道 假如香港的自由民主的状况持续恶化的话 可能会发现的一个状况 那谈到这个部分主要是希望北京能够三思啦 不要让呃台港的交流走到要去重新检讨港澳条例那一步 主要的动机在这边 那这个委员提到说可能的国安上面的一个冲击的话 主要是在于说现在人大的讨论当中 对于那个港版的国安的一个相关的立法工作 他有设定到将来中国的国安机构进驻香港之后 要采取的一些呃呃相关的一个施政的重点 包括到不得去呃分裂国家 包括到不得去颠覆政府 包括到不可以有跟外力的一个连结 以及包括到不可以有暴乱的一个行为 那这些的一个安排可能会让香港原来有的一些呃民众 希望有的一些自由的特殊的呃这种政治或法律地位 会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危害 好就像蔡富敏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包括现在美国 美国呢也特别提到如果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了之后 香港有可能他的经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保 甚至于会变成跟中国一样列入贸易制裁当中 那么现在包括连英国的媒体都说强身是要对于香港人提供一定的庇护 我们先从经济面交流面跟文化面还有交通面来看的话 如果港澳条例一旦因为我们认定台湾会受到威胁的时候 对于台湾的冲击跟香港之间的冲击 你怎么来看会怎么样的进一步来做这些交流部分的修正 确实要注意到呃刚委呃所提到的这些的一个状况 假如他的港澳呃假如他的那个国安法通过的话 很有可能包括我们的台商到当地的活动 或是包括我们NGO到当地的活动都会受到他的一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牵制 背上了所谓的跟外力结合或是外力介入香港情势的这样的一个指控 那当然会对我们在推动正常的台港的交流会带来一些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现在就担心经济担心入出境的管理出现问题嘛 所以简单的说会是中国在两会当中他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 我们就认为这个危机已经在眼前了吗 就是我们可能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做修正的时候了吗 对确实要评估相关的一个呃可能性 我们当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啦 那另外一个问题要讨论到的是对于香港居民来台申请居留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现在的港澳条例第18条确实有提到政治的因素 可以让香港的居民到台湾来申请居留 那呃到时候到底呃样态是怎么样规模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能也都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有一些超前的一些作为 那目前在做的大概用个案的方式来处理 那提供一些人道的考量让他们可以在台居留 但是假如说情势恶化的话规模更大的话 那到时候是不是有修法的必要可能要请贵院呃做一些考虑 好今天我们刚好就是财政跟司法法治委员会的联席会啦 我也要就叫这个呃非常过去非常资深的这个李富密哈 富密我们来知道的是说那么如果说现在英国的政府都认为说 现在要提供香港人一定的庇护的时候 那么总统特别提到因为港澳条例第18条当中就有这个紧急避难庇护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启动给予香港人应要必要的协助吗 呃对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对香港人士的一个相关的协助 那我去年还在担任党团三长的时候也跟黄之锋等民主派的议员见过面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说明清楚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给予他们应该有的协助 好但是给予协助的部分我们知道现在香港最多申请的是有关 就是移民投资的部分 但是如果捐我们所了解 累积到上个月我们所拿到的内政部移民署的资料 两百九十几件的移民投资当中有两百多件 换得了台湾身份之后 他就撤资了 所以在这个认定的部分 呃两位富密是不是也认为说还是有他必须要特别谨慎的地方 因为整个香港的局势会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而有整个变局 那这个我们都必须事先的了解评估并且好好的总本讨论 这个都是应该要做的 好谢谢两位富密 呃我想请主席请 呃主组长 主主组长 呃主主组长请 主组长早安 我想讲到香港的问题 但不得不提中国 那么习近平他在 呃中国 特别提到的是说 现在因为中国的GDP状况很不好 那么尤其是被整个看起来第一季已经到了负6.8 所以说他干脆直接讲说不要用GDP的成败来论英雄 但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说法 是因为他持续看坏中国的整个经济成长情势吗 是疫情隐匿还是有未爆弹 如果加上香港的状况看坏的话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该如何解读中国这个不以GDP成长论英雄这样的说法 的确因为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要预测它的GDP确实是很困难 可是啊 中国大陆的GDP 没有的话 世界其他国家 或者是国际的组织 像IMF 或者是IHS market 都有预估 我们可以来做参考 因为中国大陆的GDP的成长 我们在做经济预测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量 因为我们对大陆包括港澳第一期的出口 占我们整个国家出口大概40%左右 所以他们的GDP 我们必须做一个估计 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对中国大陆的GDP的一个估计 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谢谢 助理长 所以我们知道 像刚刚我特别点到 美国如果看到中国版的国安法要 香港版的国安法要过关的话 那么对于过去 大家认为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这样的地位就会不保 如果香港没有拥有这样的特殊地位的时候 甚至于是会连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 经济制裁可能都会用在香港上面 那你怎么来评估怎么来判断 当香港失去了这样的经济金融重镇之后 是会转移到台湾吗 那么对台湾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因为我们知道非常多的台湾的台商 他是利用到中国来设立公司 又或者是说有许多人是到中国来成为一个中介点 香港成为一个中国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中介点 你怎么来看台湾到底在这个部分 是获利或者是受害 跟委员报告一下 在同一个时区 一般来讲只有一个所谓的中心 那我们在这个时区里面 就是以前的上海 香港以及新加坡 那现在上海跟香港都受到影响的话 那我们台湾可以因为这一个方面 如果加强努力的话 我们可以对金融中心的建立会有一点助力 谢谢 所以主机长你看好我们接下来下一季的GDP 对对 那我们自己要努力 谢谢 那数字是多少 这个我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也许会请经管会来表示会更恰当 谢谢 好谢谢主机长 好谢谢您委员的咨询 下一位请中嘉宾委员咨询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社长官员 会场工作伙伴 媒体基督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那么有请我们法务部的陈次长 法务部的陈次长请 还有总统府的李富蜜 李富蜜请 国安会的蔡富蜜 蔡富蜜请 三位长官请 委员找 好 好三位首长 今天谈论的主题呢 大家就知道司法跟法治来跟财政联谊很奇怪 因为今天是决算的会议 但是今天我们上周五二一 上周三的时候 上周四的时候呢 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有一个类似的主题 就是涉密人员的行动装置如何管理 这是我的报告 来请轻松一下来看 好 有一个毕卡索的收藏家 他宣称说 他就跟警察报案 有一幅毕卡索未曾面试的画作招窃 马上呢黑市就有人拿出这个画作了 他说呢 这个就是那个司窃的画 那请教一下 这是皮卡索还是皮卡丘 我不晓得啦 既然没有面试过 那谁知道他是不是毕卡索的话 怎么判断 三位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在收藏 有没有是福比买过画 都没有 好 那既然是黑市贩售 那贩售的人能够证明说 这是他偷来的吗 对不对 因为有人失窃 那窃的丢掉的东西是我偷的 那我就可以证明 我他丢的就是我拿出来的吗 是不是 所以今天A或B 一定要能够证明嘛 同样的道理 今天听说有总统府的设命人员 他的电脑里面 笔电里面的文件被害 好 这个报告是本来法务部调查局 在上周四要来我们司法法 这报告的 调查局里面说 媒体呢收到了 是封匿名的电邮 总统府在15日呢表示 这些邮件是变造的 哎 总统府怎么说是变造的呢 拼贴 好 针对这个重大的治安事件 总统府已经向刑事警察局报案了 李福敏有吗 有报案了吗 已经报案了 好 16号报案 那请问一下 媒体拿到的电邮 有人在兜售他手中那个黑色的皮卡索的话 这个的确是从你们电邮里面偷出来的吗 说明的人 传播的人 有没有说这是他偷的 有没有人承认是他偷的 这个目前都还在查证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说 他说我拿出来的东西是我偷来的 有没有 我报告中委员 因为他散布的方式 他就上面标明说 总统府相关 是宣称吗 宣称 连什么人拿的都不晓得 小偷没有承认说我是小偷 这是我偷来的 所以保证是必卡索的 有没有 没有 无从查证 史无对证 好 接下来 另外一个 那如果没有办法是 取 散播的人 他有办法证明说 这是我从那个笔电偷出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他是否为真 来 我敌后工作人员 给我的这一个中国飞弹部组图 我拿到了 请总统府跟国安局 可不可以向中国政府求证一下 这个飞弹部组图是不是真的 因为这是机密嘛 中国一定有 我们透过媒体散播 来 我拿到了 你来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请问你认为 对岸会帮我求证 证实 这个是不是真的吗 会不会有人去证实 中委员 我刚才已经报告说明过 我是假设这个情况 如果我手中拿了一个 中国的军事机密的飞弹部组图 我去跟中国政府查证 他会不会跟我认证说 这是机密 这是真的 可能性不高 可能性不高嘛 既然是机密 谁会跟你认证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历史 结束越南的雾角大厦文件 这是1945年到1967年 美国在越南的政治军事 卷入的一个秘密报告 这个报告在1971年 由丹尼尔斯伯格 他泄露给了纽约时报 跟华盛顿有票 刊在头版 引起来渲染大波 美国政府甚至企图呢 要求纽约时报 跟华盛顿有票 不能把它刊登 有没有 这是过去的历史 结果呢 在1996年 纽约时报就一个报道了 这个文件解密了 当年的机密文件 被揭露 真的是 就是那个真的 所以 如果是试涉机密的文件 它被揭露 也要经过一段时间 解密后才能认证 是不是真的嘛 是不是这样 那请问总统 有任何机密文件被害吗 有没有 有没有机密文件被丢 报告中委员 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这些目前看到的东西 都不是总统普通 没有机密 公务文件 好 你们没有列机密的文件 好 那再往下看 另外呢 刚刚有委员提到深喉咙 1972年6月17号 寻求连任的尼克森 找了FBI的前干员 去对手的党部 总部呢 去窃取 后来呢 1974年8月5号 尼克森公布了三份录音 其实啊 尼克森在这里呢 他作检制服啊 他说 举政治所在 拜书之所在啊 有人说尼克森 你有没有下达这个指示 有没有在白宫的 椭圆形办公厅 有没有做这个要求 他说没有 没有那你证明给我看 你没有 怎么证明 因为尼克森自己规定 他的椭圆形办公室 他的所有的会议 都有录音 都有录音档 偏偏 他没办法调出 跟这个事件有关录音档 不见了 他都有录音 可是人家证明说 你没有说过 怎么可以证明 我没有说过的话 有完 因为你说过了 都有录音啊 你把录音再给我们播一次 就知道你有没有说过嘛 尼克森做不到 所以呢 他就此时下台了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这次被害的文件 有没有这种 属于总统府内 列册的录音 或文件档案 疑似人马上查得到 有没有办法 没有 目前没有 没有 好我们往下看 所以呢 张三的日记本掉了 你 你是检去公开 到底 会不会先触犯了 妨碍秘密罪 各何况到底是不是秘密 也不知道 好 好我们往下看 所以呢 今天 这里面呢 是 射密人的 个人电脑造害 这是他的电脑被害 这是个人电脑的处理公务 我不晓得 总统府没有这个情况 但我接下来要问的就是 总统府这边往下看 根据2018年国家资贪通的报告当中 开启恶意邮件的呢 很有很多比例呢 中了这个社交陷阱 再往下看 其实资贪通 资通安全管理法当中 有规定 公务机关 这里面呢 不包括军事及情报机关 如果你是真的有赦密 高非常重要机密的呢 还不在我们资通安全管理法 所以总统府请问 总统府的人员 受不受资通安全管理法的拘束 都要 都要对不对 总统府有没有订定 实施自通安全维护计划 有没有对相关人员的行为 规范 有没有 有行为规范 好 那有没有规定 他们可不可以带笔电到 会议里面去做灯仔 去打字 有没有规定 笔电 笔电有没有 说总统开会的时候 幕僚可不可以再用 用自己的笔电打字 可不可以 可以或不可以 不知道 好 我希望你们要把它查清楚 其实呢 我们要看 来 国军怎么做的 国军在2016年 他的MDM 只要是国军官兵进入营区之前 他的行动装置 他都会被管制列车 再往下看 总统府的幕僚 你们的手机有没有管制列车 不知道 台积电 台积电 台积电曾经被害过 对不对 在去年的时候 所以台积电目前 他们的手机 也通通是 不能供外界 使用外界的APP 他们自己开发的APP 员工都用自己的APP 台积电开发APP 他怕中毒 也怕被害 往下看 所以呢 怎么样 降低 射密人员被害的可能性 第一 你们要修改 资安管理法 射密人员 他用个人电脑 处理公务 是不是要移合管制 第二 加强重要机关的基安防护 比照国军台积电 限制个人 悉行的电子通讯装置的 存取装置的使用 两位副民事长 你们觉得 有没有必要 国安会议跟总统府 应该赶快的这样来做 依照我们 国安会的资安维护计划 跟人呃人员的规范 事实上委员刚刚提到的部分 我们都列在里面 都有列在这里面 好 所以呢 法务部 自长 法务部也有 也有嘛 所以我们希望说 其实自通安全法呢 这个是行政院 有个治安处啦 但是今天没有邀请他来啦 所以呢 我是认为呢 涉密人员的行动装置被害 我们要怎么样降低 因为 他一旦被害 就会出现 有人宣称 他毕卡所收藏的名画 被偷了一样 查无实证 无从对证啊 幕僚 涉密幕僚 笔电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总统府 国安会列管的机密文件 是不是 不是 所以 纵使被纽约时报 华盛政邮报来提供 来揭露 有没有办法在30年后 得到比对 没有办法 所以既然 笔电里面的资料 它不是我们 政府官方认证的 基要文件 他就跟一个 毕卡索的收藏家 说 他有一幅 未曾面试的 毕卡索的收藏 被偷了 黑市上拿出来的 是真是假 无从查证 三博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这是我偷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 总统府 设密人员的 电脑被害 这个事情的 罗生门 大可到此打住 但是 我们希望国安会 我们希望 总统府 你们对于这些 设密人员的 个人装置 它的管理 存取 使用 一定要落实 相关的资安管理 可以承诺吗 我们本来就有 那我们会继续加强 那本来就有 那请问这次的事件 是在管制之下 还是不然 必然发生的 还是没有遵守管制而发生的 报告众委员 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这所有目前看到的文件 没有一件是公共文件 我现在不是问文件的真假 那个无从查证 我问的是你们的管理 有没有落实 也没有人证实说 是害客害出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由刑事警察局 在调查当中 所以有没有被偷 有没有被害 都还不确定 都不确定 哇那真的 连毕卡索的话 有没有被偷都不知道 黑色的一定是皮卡丘 好那我的咨询到这里 谢谢 谢谢中文的咨询 下面请李贵明委员咨询 请 好主席我们请 总统府 负密部长李贵明 李贵明请 国安会负密部长 蔡贵明 以及我们主记长 主记长 主主记长请 三位长官请 三位好 我第一个想请教 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的是 除了三位之外 还有我们今天与会的 所有的列席官员 用举手就好了 认为总统府泄密案呢 国人没有权利知道 事实真相的 请举手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台湾人民关心的议题 台湾人民有权利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看到 在场有任何一个人举手 好 那第二个呢 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在场的同样的 是我们所有的 与会的列席的官员 认为总统府 如果有泄密案 它是一个国安问题的 请举手 没有人认为 它是国安问题 就是说如果 我们的前提是说 如果总统府有泄密案 我们与会所有的 列席的官员 没有任何人 一个人认为 这个是国安问题 那么他就只是单纯的 认为他只是单纯的 一个治安问题的 请举手 也没有 没有是说 你们不回应 还是真的认为 没有 我们的总统府 被 如果有骇客 被害进来的 一个情况之下 它不是国安问题 人民可以关心 刚才大家都认为 人民可以关心 可是呢 没有任何一个人 认为说 如果有骇客的情况 或者总统府 有泄密的情形 它是国家的问题 可不可以大家 可能再举手一次 认为 如果有骇客 我是说如果 我没有说他一定是 如果有骇客的问题的话 他是国安问题的 请举手 没有任何一个人 那我要请教的 就是说 顺着刚才 中家兵中委员的 问题来问 刚才 那个 李俊一副 秘务长 刚才您回答 中委员的是讲说 没有任何的 一个 外流的文件 是被标列成 机密 总统府的机密资料 是不是 报告李委员 我们目前看到的 通通不是公务文件 那既然不是公务文件 就没有所谓 机密文件可言 所以这基本上 根本不能定义为泄密案 好 所以你认为 那我请问了 就是说 第一个 你认为 这个文件呢 并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从媒体上面讲说 它是变造的嘛 它并不是真的嘛 是不是 这个你认同吗 还是 还是你也不认同 我跟李委员报告 伪造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总统府没有这样的文件 然后它的标题叫做 总统府相关文件 没有关系 所以你认为 所以它是一个治安事件 因此我们通报 那个刑事警察局来办理 对不是 那我要请教 第一个 总统府没有这样的文件 这是第一件事情嘛 对不起 那个主席 我想拜托那个调局 旅局长一样一起上来 旅局长请 第一个 你刚刚提到 总统府没有这样的文件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我要请问 那既然总统府没有这样的文件 然后总统府也没有机密的事情外泄 那总统府报什么案呢 他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报案呢 总统府很清楚的 是有人假冒总统府相关文件的名义 然后散布这样的不实的资讯 所以我们依据这个来通报刑事警察局 所以你现在 是 所以你现在厘清了 第一个 总统府没有这样的文件 总统府也没有人看过这样的文件吗 没有这样的公务文件 我刚刚已经说明 没有这样的公务文件 但有可能他是私人的 公务人员 总统府里面的私人有的文件吗 是不是 我不晓得 你不晓得 但是你确认他不是公务文件就是了 他不是公务文件 第二个呢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是说 那总统府根据什么东西报案 你既然又不是私主 对不对 总统府本身他不是私主 这又不是总统府的文件 那总统府是报什么案呢 委员我刚刚跟您说明得非常清楚 你认为他是假讯息 他以总统府相关文件的名义 对外散布 我可不可以换个方式问你 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清查 所以我们报刑事警察局来清查 那清查的部分 你的意思是认为他是假讯息吗 对不对 假讯息是一种 我们同时也关心说是不是我们有真的这个电脑的相关资料被害 所以我们可以启动资安的调查 这个是两个动作同时做 总算说了 我们16号我跟委员报告清楚 16号早上我们通报刑事警察局 16号早上我们也同时通报行政院资安处 从两个管道一起来查核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好谢谢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副民主长你知道那个调查局成立那个第四军的时候 总统是亲自去接牌的吗 是不是 是 所以你知道假讯息的部分的执掌的单位是调查局 不是刑事警察局吗 是不是 你不知道 调查局是负责这个资安的部分 假讯息的部分是调查局负责的吗 对不对 根据行政院的规定 他们两个都可以办 然后现在我们认定 总统府内认定是有人伪造总统府的名义 散布这样不实的讯息 所以我们认为是一个治安事件 所以我们通报刑事警察局 那为什么伪造会突然变成一个治安的事件呢 为什么他一定是透过你的电脑呢 如果伪造的话 为什么不是就是单纯的文件伪造 会是在总统府里面伪造 需要在总统府里面伪造的原因 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 如果他在外面传出来这样的讯息 他是为什么他一定是总统府 在透过总统府里面的资安来伪造呢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资安问题啊 你刚刚不是才讲说你认为他是一个资安问题 然后你 资安问题 治理的治安问题 不是治安问题 哦 OK 是治理的 是总统府的治理出了问题了 因为他假借总统府相关文件的名义 对外宣传 对外散播 那这个就违反相关的规定 我们就请刑事检查局来调查 好 那刚才所有的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 我们今天的各个那个检察长 各地方的检察长都在现场 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是跟国安问题相关的 国安会的这个副秘书长在这里 您也认同 因为你刚刚也没举手嘛 所以今天总统府泄密案 跟国安无关 这个是刚才的结论 您是不是也赞成 因为案子还在刑事局的侦办过程当中 这个不要拿侦查不公开来豁弄国人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侦查不公开呢 只有刑事的案件而已 对不对 你对于其他的部分 哪里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你又不是刑案 我现在问说 站在你的立场来讲 如果有泄密案 如果有骇客的情况之下 您不认为它是治安问题吗 是不是 刚才你没举手 对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 总统府认为是一个治安的问题 那他有没有设计到 你认为他是一个 你总统府没有管理好的一个问题 好 刚才 中委员还特别 特别在powerpoint上面呢 还特别的提醒大家 就说 你这个地方 总统府的部分呢 要加强哦 你看台积电做了什么事情 国防部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们总统府 今天的资安的部分呢 连民间的企业的水平都没到 是不是 不是这样啊 李委员 我刚才报告的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不是一个泄密案 因为它都不是公务文件 那我也说明的很清楚 因为在第一天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了解 是不是跟治安有关 所以我们通报刑事警察局处理治安事件 然后我们也通报行政院治安处处理治安的问题 我们双广旗下 那现在都还在侦察当中 对侦察当中的问题 我们都不断评论 谢谢 他不是刑事案 我现在请教 他如果涉及伪造总统府的相关文件 他就是刑事案件啊 对 如果是对于刑事侦察的部分来讲 他当然是刑事案件嘛 所以你今天又回过来了 总统府的治安问题是刑事案件吗 如果有人伪造总统府相关文件的名义 这个就是刑事案件啊 没有啊 那不是我问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的啊 你刚刚讲的是总统府的治安的问题啊 是啊 一般的伪造文书也是 治安的部分包括伪造文件 我再换一个方式问好了 你们很会拖啦 但是刚才大家都认为 这个是一个全民的确是可以关心的议题嘛 那我要请教今天啊 在您的主记长 在今天的那个报告里面呢 其实我问一下那个总统府好了 秘书长 主记长你在旁边 如果他答错的时候 你再更正他好了 那个我们用在治安设备上面 总统府的钱呢 花了这个13亿多嘛 那个资安的部分花了多少钱呢 因为刚才那个周阿兵讲说 你们的这个总统府的这个不如 这个民间纪念嘛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总统府从来没有花到十几亿的这个资安预算 我没有讲资安预算十几亿 我是讲说总统府的那个报告的第一页 麻烦给副秘书长看一下 他讲说总统府的这个决算的部分呢 本来十四亿然后花了十三亿多 我是说这里面的钱花了多少钱在资安上面 107年是两千多万 资安的部分只花了两千多万 那秘书长我请教你啊 请教你就是说总统府里面的建制是不是有分外网跟内网 是的 有分外网跟内网 那外内网的部分呢 它是任何的人都不能够插那个USB进去嘛是不是 是 是 那所以简单来讲 它从内网流出的几率等于零嘛是不是 这个我们目前不能够插USB不能够透过网路 只可以在内网的那个那个连线上面来讲 那个有办法拿出来吗 我们初步调查内网的部分并没有状况 那是不是有外网 好 所以简单来讲在你查的情况来讲内网是没有问题 现在只剩下外网的部分 外网的部分你们是怎么建制的呢 这个由刑事警察局现在正在调查分析当中啊 你讲你只要讲正常的情形全民啊 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这个高科人才 资安的人才 他都可以帮你找 二局负责资安的部分何局长来跟你说明 好 不是 我再请教一下说明的时候呢 说明的时候拜托分为你的硬体设备 你的软体设备加上你的人员配置 今天也是决算 我请何局长跟你说明 他负责资安的部分 谢谢 谢谢 时间请尽量进简 时间到来 我说明一下 我想总统府大概就是依照资通安全法 我们是A级的机关 那A级的机关大概分成 必须要做的法征事项有管理面 还有记事面 还有认识跟教育训练面 比如讲在软体方面呢 我们大概布建了这个电子邮件 然后端点的这个见识系统 有多少吗 因为已经时间到了 所以不要用这个拖延时间 你有多少的人员负责在资安上面 因为专责的单位我们有现在有编制上有六个人 现在有四个人 四个人 对他是个专责的 总统府在这个之前有没有被骇客过 有还是没有 过去有刚刚米总讲的一些 比方说对我们全球资讯网的攻击事件 这过去有像我们那个总统府 有多少件 这个件数我可能要 要再 请废后报告 然后我要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是外网还是内网 我们现在是内外网 到目前为止不是这个案件 到这个案件刚才MU长已经提到了 他跟内网无关嘛 对不对 那我说从总统府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那个被害的部分是不是都是外网 我们总统府遭过去有这个入侵的事件 外网的这个 有没有内网 他过去没有发生内网 按照你的MU长的逻辑是他不可能嘛 是不是 我们从来没有害网 内网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保安措施 所以为什么会有 有没有内网被害的情形过 有还是没有 现在没有发现 到目前为止没发现 好谢谢 好谢谢 请 下委员再报告一次 吴宜丁委员完毕以后 我们休息十分钟 刚才宣布过了 很抱歉 谢主席 请李富密跟蔡富密 谢谢 李富密 蔡富密请 两位父母早 我想在蔡总统在520的言说 里面提到了 台湾要发展可以结合如居时代 数位转型 以及国家安全的资安产业 我们要全力打造 可以有效保护自己 也能被全世界信赖的 资安系统以及产业链 我想总统他自己对于资安是非常重视的 那总统府是我们整个最高的单位 资安应该是要滴水不漏的 那刚刚负密 蔡普夫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还不确定 这是不是一个资安问题 但是我希望现在还在进行调查 在调查之后 我们一定要给全国的国人一个交代 到底是不是资安问题 我们要怎么证明 它是还是不是资安问题 我跟吴委员报告 我刚才说明得非常清楚 目前我们还无法证实 因为刑事警察局还要做资料分析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那未来的改进方案 我们其实已经有列了 包括技术面管理面跟训练面 我们都需要加强 其实不是改进的方案而已 我们要继续来做 那请问一下总统府负密 请问一下李负密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们 在这个调查结束之后 一定要给全国的国民 一个清楚的交代 这到底是不是资安问题 我们是怎么证明它是不是 如果不是那没问题 如果是我们如何改善 不要只是说我们 就是有没有资安问题 现在是 我们当然会有清楚的说明 好谢谢 因为我看了一下 我们今天省略 我们今天看那个预算数 国安 总统府整个主管的是 是100多亿 当然里面还包括中研院的 那其中国家安全会议里面的 预算数是1.95亿 那其中另外在总统府里面 还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再下一页 再下一页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委外办理的96万 是委托办理元首资安 相关议题研究的经费 这个一年只有96万 我认为这经费是不是有点太低 还是说我们其实是跟 其他的单位有合作 像是国安局啊 或者是调查局的资安处 或者是甚至是国防部的反情报总队 甚至军情局有合作 所以我们这个预算才可以编这么的低 我跟委员报告 这是伪半倍 并不是实际我们运作的费用 那实际运作 像治安是多少 我请主机处处长跟你报告 谢谢 跟委员报告 那整个资信费用 在中东府107年度 大概4000多万 整个全部的包括软硬 资信跟资安的部分 包括硬体 包括软体的部分 其实是这样子的啦 硬体啊 你可以买一个data center 可以花个几千万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技术 我们有没有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现在骇客 他害的方法 是与时俱进 每一分钟都在变的 那所以我才会关注到 这个伪半费 因为伪半是起 外面的专家学者来讨论嘛 来讨论说 现在最新的骇客 通常是如何入侵 我们如何来防御 所以我才会说 你不能给我一个大框框 说你花这么多钱 那你搞不好 每一年你要 你要维护你的 那个data center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你只是upgrade 你的一般的行政系统 这都是算在你们 资讯费用里面吗 我要说的是 有关资安 我们如何让他 更与时俱进的部分 来这个我跟吴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现在资安 越来越重要 而且我们总统部 我刚才已经说明过 我们确实遭受 骇客攻击蛮多的 所以我们资安费用 从107 108 109 我们都有逐次的增加 我们希望做更好的 这个技术 来防范资安的问题 李富弈 我的重点是说 我们有没有跟其他单位 一起合作 像是国安局 或者调查局的治安处 国安局的部分 我们本来就是 就是follow国安局的这个 所以是有合作的 那我好奇的是 因为我们接到 就是最近 在媒体上吵的 这四封信 里面的内容 我稍微念一下 我觉得这些 我好奇的是 你们的SOB 是怎么处理的 那里面的内容 有一个其中是 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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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中一个是NCC的人士 他里面提到说 智达说 两人偏绿 可以配合处理中天 但其中一位 比较理想色彩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同一个 同一个附件 是有关促转会的人士 他表示啊 新任的专委里面 陈宇凡是师改会出身 陈要参选许书华的选区 但接受本党协调 这是舍尹亚腾的概念啊 那最后一个是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档案 他提到的是说 有关知证 以及国策顾问 建议国策顾问 应该尽量以 扶宣有功人员为思考 现任者若往来 并不密切 可以不考虑续任 建议令真 总统府顾问 广纳服选有功 但成级不足的人 我想这不管是 我想这不是国安的 相关内容吗 不过这对总统府 一定有相当的杀杀力吗 因为第一个是讲了 NCC本来是一个独立机构 可是却找了 比较理想色彩的人 来担任委员 那另外一个也是啦 促转会呢 我们其中找的一个委员呢 是之前接受 色彩亚的 那最后的是 我们国策顾问的 呃 的人选考量 竟然是以 扶宣有功的人选 我们 我想 不管这个东西 是真是假 但这样子东西 一定对总统府 有一定的伤害 是不是 我跟吴委员报告 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确认 它的来源在哪里 而且这个显然不是总统府的文件 所以我们对这文件的真实与否 对内容叙述怎么样 呃 我们都无法评论 然后我要提醒吴委员 对于不是事实的部分 或是甚至你确不确定 它是真实都不知道之前 最好不要随意传播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的 我想我没有随意传播 所以我才会在这个地方讲 我提醒吴委员就是说 这个部分我们都不宜传播 那以总统府立场来讲 我们就不便评论 那应该是说这样子 这算是很机密的文件 呃 应该说不是公务机密 可是我们可以想象 任何人可以取得这样子的内容 甚至是可以有能力 去辨造出这样子的内容的人 我不清楚 他对于总统 是不是有人刻意伪造 或是刻意变造 我都不清楚 因为现在第一个 他不知道来源 第二个不知道他的真伪性 所以现在正在 整个案件正在侦查中 所以我们对这个都不便评论 那这个我也认为说 我也建议说 因为这个没有证实 他是事实之前 不要做任意的传播 谢谢 那请问一下 如果说 我刚刚说了 即使这不是事实 这样子文件 对于总统府 是有杀伤力的 可是可以变造出 所以总统府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是受害者 对对对 那可以变造出 这样子文件 我先不说是更改 或者是骇客泄漏 我说即使是可以变造出 这样子文件的人 他对总统府 是有一定的熟悉 那这样不是一个国安 这可能不是治安问题了 可是这样完完全全是一个国安问题 我们是不是总统府里面 有被渗透 或者是会有不忠诚的情况呢 我刚才已经回答了非常清楚 在这个还没有证实之前 我们都不做任何评论 假设说可能有人有忠诚问题 或是有人总统府的内部的人员泄密 这个我们无法评论 那请问一下 总统府内部的人员 我们有没有忠诚度的评估呢 就像是国安局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忠诚的 一些测量 那请问总统府有没有做这样子的评估呢 进入总统府之前就会做忠诚评估 进入之前会做忠诚评估 请问是怎么做呢 然后之后进入之后有固定的定期在做吗 这个我请人事处来跟你说明 谢谢 委员好 跟委员报告 那个总统府的所有的人员的禁用 你可不可以离麦克风近一点 总统府所有的人员的禁用 我们都会按照任用法的规定 进行所谓对国家忠诚的查核 那会跟相关的这个 对不起我好奇的是具体 你们做怎样的查核来确认它的忠诚度 这个部分因为查核的东西都是属于密件 那我想如果 那这样好了 那进入总统府之后还有再定期的查核吗 还是进去之后就结束了 进去当然是属于管理的问题 所以会有定期的查核吗 就是到各个这个主管单位的管理 所以就是没有明定 就是我们禁用的时候 会有这个按照任用法的安全查核 这是法定的一个查核程序 那接下来让你禁用以后 到各个单位服务以后 就是我们内部的这个相关的管理 我想是这样子的 因为禁国安全它会有一定的忠诚度的查核 那我觉得统统府是一个更敏感的地方 应该是说相当敏感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做得更完善 因为就算是治安滴水不漏 如果里面的人忠诚度有问题的话 我们治安做得再怎么好 里面的秘密还是会被泄露出来的 先不管今天这个秘密 是不是跟国安涉及 但是可以如果说这个东西 有相当程度的认知 有相当程度了解的人 可以这样子大做文章 我想对我们国安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我跟委员报告 刚刚已经说明非常清楚了 进入总统府之前都要依据公务员任用法 先做忠诚调查 然后进入以后 我们就依照公务人员服务法相关规定 我们都要这样处理 那至于说 现在没有证实是有人泄密 或有人忠诚有问题之前 请大家不要乱传多这样的讯息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委员咨询 我们再加一位 陈焦老委员咨询 并让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主席 我们请总统府 李副秘书长 蔡明燕还有李君毅副秘书长 她是蔡是国安会的蔡明书长 对 国安会蔡 总统府的李副秘 两位掌握进 好 蔡委员好 好 两位好 我们知道那个上个礼拜 中共人大会议 绕过香港立法会 直接制定港版的国安法 引起国际的这个渲染大波 那针对这个法呢 不分外国香港人接镇压 香港境内就是设立 中共国安镇压机构 那相信这个 这个国安 香港版的国安法 对台湾也影响很大 我们看下一张 就是在香港版国安法 经过人大的通过 我们知道就是 这几年 透过投审会来审理 港人投资移民 这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来加速了审理 不知道国安会这边怎么样来进行 好 跟委员做个说明跟报告 那依照现在的港澳条例第18条 那香港的居民是可以用政治的因素 在台湾申请拘留的 那政府的相关单位 针对相关的申请 都会站在人道的考量 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 那后续也会持续的来做相关的 那投资移民这个部分 应该不是依照这个18条这个部分 是 那假如说有可能香港因为 北京的人大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 那有造成可能的香港的资金外流 或投资的外流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台湾在这部分 也能够有必要的衔接 让这些的资金或投资可以到台湾 现在审查的速度怎么样来加快 国安会这边跟经济部这边 怎么来做协调合作 因为国安会这边主要是一个咨询的机构 所以针对这些议题 我们在前年就有成立一个专案的会议 那邀请各部会来针对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 那可能发生的问题也会做一些预先的 所以目前也是跟之前一样的做法吗 就是来讨论 那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还没通过之前 许多暴力事件就在台湾有发生 像101大楼这边的攻击民众 爱国同心会 西门丁也会殴打民众 统一促进党台大体育馆外欧事件 香港这个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来台的时候 在机长也被围殴 铜锣书店铃铃鸡在台湾也遭到泼欺 何运师来台北的时候也被泼欺 所以现在就是说不只是在香港 就是说在香港的这个外国人 甚至在台湾 台湾在香港这些投资或者是居住的我们的国人 透过这一次的事件 请问这个国安会这边怎么来因应 未来可能国人面临的一些危险 对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贵院通过了反渗透法之后 那我们的理解是调查局相关的 那你觉得反渗透法这个足够吗 因为现在如果他们实施之后呢 未来这些威胁恐吓的事件 甚至暴力事件会不会升级 那我们要怎么具体来因应呢 那反渗透法的内容当然是贵院通过的 我们是尊重的 那现在主要是在执行的部分 怎么样让相关的部门可以针对委员刚刚所提到的 这些在台湾内部制造骚乱的案例 要不要再修订更明确的 所以是不是总统府可以来尽速编列预算 我们也知道总统也发生了 就是赶快展开必要之援助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港澳18条 就是对于政治因素而至安全及自由受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民众要提供必要之援助 但是我们知道目前没有经费啊 所以我们刚刚听两位也讲了非常多次我们要具体行动 那如果不编列预算怎么行动呢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对香港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有 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有 利用18条的部分来台湾 但是听说很多都是民间自套腰包在处理的 政府并没有编列预算在做资源 我们现在要想尽办法建立这个平台 建立这个平台 那让他们能够给予更多的协助 但是现在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怎么样只有一个平台能够达到这个协助的效果呢 来我跟陈委员报告 就是说如果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也要考量我们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彼此要衡量 那如果需要这个预算增加 特别针对18条的部分 那我们总统府也会尊重 那我们这个审查还是在立法院里面 本席是认为现在就是说 我们的投资移民这边的审查要加速 然后对于政治或者是自由受到紧急迫害 或者是未来可能国人也会受到相关的暴力 或者是攻击事件或者是在香港的国人 有关暴力或威胁我们一定 很快就会面临到的问题 来陈委员我跟你报告 您听出了三个问题 在国内的暴力或威胁的情势 我们一定依法严格办理 那第二个有关18条适用是不是要增加预算 跟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加速投审之间的审查 这个我们会来讨论 那我们也希望 本席有写一个提案 今天就是说请总统府赶快来编列预算 至少有钱还好办事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今天我想就是说除了香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之后 整个金融的风暴 金融的风险也是国安问题 我想总统应该也要重视这个问题 那从TRF到最近期货的这些风暴 甚至这个投资型保单 我不知道我们国安局 有没有在国安单位有没有在注意这个事情 要怎么来处理呢 报委员 这问题我们一直有在关注 那它涉及的可能不单单只是金融的问题 它还有涉及到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还有地缘经济板块的变动 那这还牵涉到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跟摩擦 所以它冲击面非常的大 我想顾主委已经去总统府了 已经到国安局了 他应该也清楚 目前在金管会这边相关的监管的法规 并不是很足备 很足够 很完备 所以怎么样来处理 就是说未来可能金融的风暴 造成整个国家安全的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要有金融非常完备的监管的这些法规 而且要定制度 我请问这个 如果一个小偷他偷十次 你要不要给他罚十次 要不要 复密要不要 小偷如果偷十次 你要不要罚十次 现在都是以罪一罚 以罪一罚 但是银行 银行在TRF的这个争议当中 银行可能错了十次 但是只罚一次 受害者没有办法 去确认说银行对他的这个错误导致的损失 因为没有罚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金融的问题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 所以请国安单位也要注意 谢谢我们休息十分钟 包括文会 我们中间 12点之后 12点之后不休息 我们就一直进行到整个会议结束 这样子 中间会留20分钟给大家吃便当 三点不休息 不休息 等休息十分钟 现在休息十分钟 现在休息十分钟 做一会儿 一会儿 就有两种 所以 我还要 ед认 我多老子 运速 运速 単胜 30 运速 现在 还是 现在 这 真接 你可以 我 他做了一些掌握的古典 以往是一样的情绪 他做了这样的 我猜一下 你刚才有一个人 我们只能希望 他在那边 不是挡动到 他在那边 有一个证明的明确 我相信 你们正确下的 我没有一个证明的 证明可能可以 他在演示 他其实很奇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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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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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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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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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